该来的还是会来的 该来的还是会来的 五大哥做了二十多年厨子 因为钓鱼让我们在锤钓这个大家庭当中相遇 探寻钓鱼的乐趣自制耳料秘籍 从五大哥这儿了解到 罗飞对味道很腥的鸡肝耳情有独钟 鸡肝碾碎后作为基础耳料 排寻 海鸡肝碎后再加点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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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妈呀 他还要加点什么 加点鱼肉和鱼肉 这什么鱼肉 鱼肉都有 鱼肉 嗯 这这样 这好温多了 这个新的都好温多了 它比例按什么加 一般就是三分之一 比例吧 三分之一的鱼粉虾粉 对对 看你开的新一点 或者是清淡一点的 哎呦 这招是别人教您的 还是您自己摸索出来的呀 平时自己也掉的时候乱搞摸索出来的 乱搞把鸡肝打碎了 哦 这味道 嗯 就这个味 您让我们摄像闻一闻 你看一下他闻了之后 摄像机会成什么形态的抖动 来 闻一下 来 真闻一下 来 好像好像好像 哎呦我笑死我了 真的是闻了之后有种发自内心不自觉的想干哦 好嘞 我觉得这个料味道这么恶心 罗贝鱼一定最喜欢 超喜欢 我们这差不多料开差不多了是吧 太差不多了 不需要再加其他的了吗 不用加 就您对这个糖的了解 就是不需要加其他的了 不用 好 就这个味 一百斤我们来了 但是您这个还是不是得调整一下 我看那边 好好再掐鱼 我各位看看他们掉怎么样 去吧去吧 在垂钓的过程当中 耳料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耳料卫行对路就会源源不断地吸引目标鱼聚拢窝点 当地钓友长时间的经验积累 了解罗贝的生性是胆大偏好轻肉 所以在70%的鸡肝当中 再加入了30%的鱼粉和虾粉来调节鸡肝耳的状态 除此之外呢 我们看到场边很多恰鱼的钓友啊 让我正好有机会去取取静 您这钓了多长时间了 钓了一场了 现在钓第二场 掐鱼呢 掐鱼呢 咱坐这一排都是在掐鱼呢 掐鱼 掐鱼了吗 好久没钓了 没钓好 就是没掐鱼呗 咱这钓一天一般可以钓多 有一场能钓多少 这数量重量 一场多的10斤 少的可能15斤那个样子 现在天气没了 少了才45斤呢 你刚刚那一场钓多少 我刚才钓了两三条鱼 一场 一场多长时间 60分钟 我今天应该也是没有什么希望 钓了两三 可以啊 那不算是吗 钓最多的在那边 他们经常来钓的 他钓了多少 他钓了一个十几条 哪一个 就装着带红 蓝衣服的 蓝衣服的这位大哥 李老师 你钓特别好 不仅我也钓的不好 您这怎么钓的呀 您把别人就钓了几尾 您钓了几十公斤呢 听说 我钓的不好 真的钓的 哪钓的不好 您这又加散泡呗 是吧 我闻一下您这什么味道 酸果味 果酸 但是比较多 一场恰遇的真正乐趣 不是你我钓货的多少 而是约上三五好友 架上各自的钓杆 在来来回回的羊杆 起鱼的过程当中 享受锤钓带来的 显然资责 鱼货量多少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大家排坐一排 锤钓罗飞的快乐 这每个周末都这么热闹吗 基本上天天 基本上天天都这么热闹 鱼心不好的时候 他们一天或者说一个小时 一场掐鱼下来能有多少收获 十来斤 十来斤 鱼情不好的时候 好的时候 好的时候六七十斤 七八十斤都有 您是这个钓钓最厉害的是吧 我不是 这个都差不多的 那就最厉害的了 一般都说差不多的 那就最厉害的了 差不多的 这个都差不多 咱们